刘慈欣科幻小说《月夜》选字宇宙往事 今天是中秋佳节 按照由网上发起的民间倡议 城市在今晚关掉了大部分景观灯和一部分路灯 以便市民赏月 而我们的男主角小帅 此时站在单身公寓的阳台上 望着久违的月亮却丝毫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最喜欢的女孩文 今天要和别人结婚了 此刻在小帅的眼里 没有灯光的城市并没有月下田园的感觉 反倒像一片被遗弃的废墟 就在小帅黯然神伤之际 突然手机铃声响了 小帅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神秘男生 只听神秘人说道 真不该在今天打扰你的 这是你最黑暗的一天 这么多年后我还记得 这天应该是文的婚礼 这么多年我是记得的 就是这一天他请了你 可你没去 这么多年我无数次想起这事 其实应该去 那样的话你现在心里会舒服很多 当然你还是去了 躲在远处看着穿婚纱的文 拉着他的手走进酒店 这确实是折磨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神秘男人的话犹如当头棒喝 敲打着小帅敏感的神经 小帅赶忙问道 你到底是谁啊 神秘男人接着说 你有一个习惯 痛苦的时候就用左脚大拇指死抠鞋底 刚才回家时你发现脚指甲都被弄断了 不过你的指甲现在确实很长 袜子都磨了个洞 好长时间没剪了 你已经心烦意乱好长时间了 你 你到底是谁啊 小帅惊恐了起来 这个人为何如此了解自己 神秘男人回答道 我就是你 我从114年后给你打电话 我在2123年 从这时接入你们的移动网 真的很不容易 时空见面损耗很大 如果通话质量不好你说一下 我们可以重新接入 听到神秘男人的解释后 小帅意识到 这绝对不是一个玩笑 他感觉整座城市似乎都凝固了 他呆呆地面对着月光下的楼群 惊讶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沉默半赏后 小帅问道 我 我怎么能活那么久啊 从你现在 再过二十多年 基因疗法将出现 人的寿命将被延长到200岁左右 我现在还算在中年 但感觉已经很老了 那 你能把整件事情 详细地说一下吗 不能啊 即使简单介绍都不行 我必须保证 你得到的未来的信息 尽可能地少 以免你由此产生的 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 不恰当行为 不能 那你干嘛还要和我联系啊 小帅有些摸不着头脑 男人回答道 唉 为了一个使命 一个我们将共同承担的使命 我活到这个岁数 可以告诉你一个生活的诀窍 只要你明白了 在浩瀚的时空中 个人是如何的微不足道 就能对任何事情都放宽心了 我这次联系你呢 不是要谈个人的事情的 所以啊 你先放下个人的一切 男人告诉小帅 在百年后 由于人类对化石燃料的滥用 导致温室效应加剧 极地冰盖融化 海平面 在半个世纪中上升了20米 全球的沿海城市 基本都被海水淹没 上海靠着修筑 高大坚固的海堤 成为了唯一一座 幸存的沿海城市 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今的上海 就像从前的威尼斯一般 此时自己 就是站在金茂大厦的八楼 在给小帅打电话 窗外就是大海 现在有三亿沿海居民 前往内陆 内陆却陷入混乱 社会和经济 都面临全面崩溃 他们的使命 就是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啊 你当我们是上帝吗 你让我去制止工业革命 小帅感觉自己 没有那个能力 男人却让小帅不用担心 他表示自己有办法 他可以传授小帅 新能源技术 从而取代 使用化石燃料 这项技术 不是可控核聚变 因为到现在为止 可控核聚变 都没有突破 这项技术 叫做硅离 一项从地面 采集太阳能的技术 我们都知道 人造单晶硅 太阳能电池的原料 是硅 这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 沙子里 土壤里 到处都有 硅离就像是一台联合收割机 可以像离那样耕地 在耕的时候 它把土壤或沙子中的硅 提纯 并转化成单晶硅 这样耕过的地 就变成了太阳能电池 有了这种设备 小帅他们 可以把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 都变成太阳能电池 男人给小帅的邮箱 发送了大量的资料 小帅看着这些技术资料和图纸 思考着 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是能源规划专业博士 在国家能源部规划公司工作 他现在的工作 恰好就是 收集国内新型能源开发项目的成果和进展 这份报告 直接提交给部长 并将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汇报 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投入的四万亿中 有一部分将面向新能源开发 这次会议的结果将是资金投向的重要依据 未来的他显然是看到了这个机会 在把这个项目写入报告之前 首先需要找到一个科研实体或大公司接受它 并以这个实体或公司的名义上报 这是一件策略性很强的事 但如果这些资料是真的 应该有人愿意接受的 毕竟在最坏的情况下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小帅突然打了个寒颤 就像从梦中惊醒一般 我决定要做了吗 是的 已经决定了 行动的结果有两种 成功或失败 如果成功 未来或许已经改变了 小帅回到阳台上 夜已深了 月光如水 他感觉刚刚就像做了一场梦 或许此刻他还在梦中 就在这时 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 现在二一一九年 你成功了 男人说道 对我来说 那个电话只是二十分钟前接的 怎么海水退了吗 小帅赶忙问道 没有什么海水 气候从未变暖 海平面也从未上升 你二十分钟前听到的那段历史 是不存在的 我读到的历史是 在二十一世纪初 太阳能技术飞速发展 出现了归离技术 使大规模采集太阳能成为可能 后来太阳能 占领了世界能源市场的大部分 化石能源消失了 你的一生都是和归离联系在一起的 三年后 这项技术很快在全世界扩散 你度过了辉煌的前半生 但与煤炭和石油工业的历史一样 太阳能工业史上 并没有什么人留下特别显赫的名声 听到这里 小帅十分开心 他表示他不在乎什么名声 能拯救世界 真的很高兴 但事情并不像小帅想的那般 男人继续说道 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不在乎名声 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世界是改变了 但并没有变得更好 哪有什么海水啊 连黄浦江都快干了 现在只有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了 挽起裤腿就能走过江 事实上 现在就有几十万难民 从外滩过江涌进浦东 像蚂蚁似的盖满了河床 城市里已经一片混乱了 啊 怎么会这样啊 太阳能是最环保的能源啊 小帅不解的问道 男人解释道 这是一个可悲的误解 你知道要满足一座上海这样的城市的用电 需要多大面积的电池板 或者说单金归田吗 城市面积的二十倍 而在这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城市化运动突飞猛进 现在一座中等城市 都有你那是上海的规模了 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无数家龟离在各大陆上 辛勤耕作 在把所有的沙漠都变成单金归田后 便开始吞噬农田和植被 到现在 各大洲的陆地都已经严重单金归化了 地球表面几乎变成了一块单金归电池板 土地的单金化比沙漠化 对气候环境危害更大 生态急剧恶化 干旱笼罩全球 不多的降雨 带来的也只有洪灾 男人表示 必须再次干预历史 这次他传授了一种超深钻井技术 我们都知道 地球之所以有磁场 是因为在其内部 有强大的电流存在 这项技术要开采的 就是地球深处的电流 在地面钻孔 深度将超过一百公里 穿透墨荷面 直打软流层 把巨型电极置入井底 就可以把地球电流导出 开采地球电流是真正环保的技术 不占用土地 不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任何污染 小帅回到电脑旁 收到来自蔚来的第二封电子邮件 仍是详细庞杂的技术资料 信息量与上次差不多 他在浏览中发现 超深钻机采用的是激光钻头 而不是现有的机械钻头 岩石被融成岩浆 通过钻管导出到地面 小帅再次来到阳台上 跃以吸血 仿佛城市的梦已经做完 就在小帅想着 该如何推广这项未来技术时 手机第三次响起 男人告诉小帅 内向技术的扩散速度 比归离还快 地球电流开采工业的规模 超过了以前石油和煤炭工业的总和 当大规模开发时 这项技术的产能效率和开发成本 都大大优于归离 更别提和化石能源相比了 于是世界能源供应 很快全部建立在地球电流工业上 这是清洁廉价的能源 人们奇怪 指南针千年前就发明了 可怎么直到现在 才有人想开发地球电流这样的宝藏 然后是持续的经济高速发展 生态环境不但没有恶化 还日益改善 人类相信自己的文明 已经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然后在21世纪初 地球电流耗尽了 指南针不再指南 你知道的 地球磁场是这个行星的护盾 它偏转太阳风粒子流 保护了大气层 可现在 反哀伦辐射带消失了 太阳风直接扫向地球 就像把细菌培养机 直接放到紫外灯下一样 现在2125年 上海在地下 因为地面充满了辐射 人如果不穿防护服 待上半天 肯定就没命了 这还只是个开始 然后 在以后的三到五个世纪的时间里 太阳风会将大气层燃尽 轰干海洋 和地球上的所有的水 现在 核聚变技术已经取得突破 包括重新恢复石油和煤炭工业 人类获得了无尽能源 但大部分能源 都勇于重新将电流注入地核 试图重建地球磁场 可到目前为止 效果不大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进行补救 立即删掉邮件 小帅知道 这样做 意味着历史将再次改变 世界将继续化石能源的历史 通化 也就彻底中断了 他迫切地想要向男人 了解自己未来的生活 我有过自己理想中的那种生活吗 幸福过吗 我结婚了吗 有孩子吗 如果有 是男孩还是女孩 除了闻 我这辈子 又真正爱过几次 但对方沉默了 耳机中只听到沙沙的时间之风 从这一百多年的漫漫虚骨中吹过 终于男人回答了 一次都没有 一个人的一生 和整个人类历史一样 第一次的选择 不见得是不好的 只是在没有做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你不知道而已 这么说 我 我们 将孤独一生 抱歉 无可奉告 人类作为整体来说 本就是孤独的 所以 我们应该好自为之 好了 时间到了 连一声道别都没有 电话就断了 但几乎同时 短信铃响了 小帅收到一封来自未来的短信 那是一段 只有几十秒的视频 小帅看到一片火海 好一会儿才辨认出 那是未来的天空 其实那不是火 是布满极光的苍穹 是太阳风汹涌的粒子流 冲击大气层产生的 天空中布满了红色的围满 像堆积如山的蛇群般 缓慢地蠕动着 天空似乎变成了液态的 让人疯狂 在这火的长空下 矗立着一个 由球体构成的建筑物 那是东方明珠塔 球体表面的镜面 反映着天空的火海 像自己燃烧成火球似的 更近处站着一个人 防护服裹住这个人的整个身体 整个世界 仿佛正在融成岩浆 那个人向镜头举起一只手 像在对过去打招呼 然后视频就结束了 那是我吗 但他立刻想到更重要的是 删除了两个来自未来的电子邮件 和所有附件 小帅又想了想 决定把硬盘低级格式化 当低格的进度条走到头时 这个夜晚又变成了普通的一夜 这个曾在一夜 三次改变人类历史的 但最终 什么都没有改变的人 在电脑旁睡着了 外面曙光出现 世界又开始了普通的一天 真的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不见得了 这边 你不见得了 我 就要